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一龙 压力很大 就普通嘛 但不是成本什么 第一美男那得是什么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找我的 找我的都是这样的角色 这回我就想 就是抛开自己处理这种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还不够满意 我觉得还有很很大的空间 比如说 《Johnny Death》 就是一个正常的音 还是因为喜欢吧 其实人物确实演的也挺多的 大类型的角色 没有什么没有触碰过的 我觉得 属于量产的那一个 就想 能留下好的作品 就曾经有个猪龙拍了一个什么样的戏 不枉你走了 对不对 对吧 不枉你做了这件事情吗 我现在就是生家地区 你要去就是让我和你父亲去死 你要去就是让我和你父亲去死 你别无他路可走 齐婆 不敢说 齐恒因为从上学开始 齐同 从他在叔叔的时候就开始演 从他在叔叔的时候就开始演 所以他前面跟导演交流也是 他需要少年感 但他的少年感 因为我跟他也商量 我不想去演那个少年感 因为演起来就会感觉行大鱼内的这种感觉 所以尽量让他在对于事情的判断 对于他处置的一个态度 他去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 从这些东西去强调他的少年感 所以他的一个处处忙碌的这种感觉 到我们这一份我正好就是职 像这种类型的人物其实很多 像齐恒这样就是我们概括的时候 像爱而不得苦情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很多这样的类型的角色 但这一次我觉得齐恒这个人物 他在里面没有为了所谓的虐而虐 没有为了所谓的悲情而悲情 他都是被时代所推动 然后被剧情被家庭 被所有的所有的事情把它推动到那一步 就唯一一步完全不用动枪舞蹈的这样的一个 心能坦坦实实就是走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可以完全地拍我们的街坊谈的戏 然后又跟张开舟合作 张开舟当然也不是一个说他隐形会要求 因为我比较喜欢去研究人物的他的内心变化 然后他对于这个就是观察别人的行为之后 他们在这个人物在想什么 我从剧本每天做功课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喜欢研究这样的事情 导演我觉得他把这个剧本 把这些人物吃得很透 然后他有一套自己对于每个人物的理解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跳脱自己的理解 我想听听导演他是对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试试用他的思维方式 在某些我觉得 我处理过很多次的这样的情感系的节点的时候 都听取他的意见 然后去改变一下自己的表演方式 其实真的参观就是刚上电影圈的时候不是因为喜欢表演 是因为母亲喜欢表演 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 刚高中毕业那时候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然后学习就是差不多中游这样的一个 你也不知道自己特别想以后做什么 然后表演的话 母亲就是觉得你应该试一下这个 然后我就去考了之后 考了之后其实我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然后喜欢上这个表演这件事情 表演刚开始是 我觉得他突然一下有个事情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创作 那个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你也你需要去观察生活 然后需要从生活中你把它吸取之后浓缩成一个小故事 然后在舞台上去展现你观察到的东西 在学校的时候学了一些表演的方式表演的技巧 然后出来之后开始实践这些学到的这些东西 然后慢慢到现在开始想办法放弃掉一些东西 然后现在在找 就是找怎么能够把人物更复杂更鲜活的呈现出来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人去表达自己 通过一个角色一个人物去表达自己的一些 你在现实中你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一些一些情感和一些想法 演戏我觉得就是相对纯粹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你把它复杂化了就火了 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我现在其实跟原来比我觉得有一些改观 我现在觉得你做演员你不应该 特别是你在现场的时候没有时间让你去聚集 没有时间让你去羞愉跟别人去交流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自己的改观就是在现场 你要及时马上的把自己的想法 把自己希望跟别人沟通的事情拿着跟大家沟通 其实我包括在表演这个 我尽量是让自己 就是在自己有一个准则的情况下 让你接受自己所有的变化 然后让自己感受当下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塑造角色就会一直在发生一些变化 就这个年龄段大家都在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事业在拼搏 所以大家都很忙 我这一到早快80% 就是我们童年的演员都是这样的 只是大家有的人坚持下来了 有些人没有坚持 就是有更好的 没有说一定坚持下来就是对的 有些人他觉得他有更好的事情去做 就去做更好的事情 我只是那一步就是想做这件事情 并且坚持下来的这一步 所以表演理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真的就是投入吧 我觉得就是能打动人的 就是你不管我们抛开所有的演技啊 表演技巧啊 其实有时候就是观众看的时候 觉得能不能引起共鸣 能不能打动自己 然后观众觉得看的时候 我能跟着你人物的脉络在走 根据你的情绪 你哭我就哭 你笑我就笑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成功的表演 我们总在说想演戏别人 你可以演另外一个人生 但是你能做到真的去沉浸在那个人物里 其实80%时间我觉得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有一次那样的体验 因为那个很难达到 但是我希望能够体验一次 就你真正能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没有说给自己设定说我一定想演什么样的人物 或者哪一类的人物适合我 我可以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塑造 其实这个我还好 我想想跟更好更高级的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团区合作 我觉得演员现在大家更多的人关注你 然后更多的人期待你的东西 我觉得就尽量不要辜负大家吧 我觉得演员就是这样 你有大家喜欢你的作品之后 大家关注你的作品过 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原来无所谓 但是你后面我觉得尽量要选择一些好的作品 好的有可能会成为好 特别好的这样的作品给带给大家吧 我饰演的是齐恒 欢迎关注人民网光影人生 随我一起用光影见证人生